大家好 我是爱原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皮诺康尼亚1版最新攻略 聪明探奇 与你同行秘密派对 林中小屋 与你同行正名与反驳 与你同行以我为名的变奏曲 与你同行战争之王 与你同行全家福二乐园打卡 好了这一批呢是秘密派对和林中小屋这两个成就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带来到克劳克隐私乐园 存护之类擬造花二 达到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面前就有一个弹珠机 我过来启动 那这个弹珠机呢 我们把右边的这个路线都给它关掉 关完之后呢我们的剩余电量是7格 大家看到 然后顺着激光走过来 第一个机关开启之后旋转一下 顺着它往下第二个机关开启之后旋转一下 再顺着往后下个机关开启旋转一下 再下个机关开启 顺着机关下个机关开启 再开启最后一个机关 旋转一下 开启下一个机关旋转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我们左边 这个隐藏的这个空间了 那么到这个空间呢 落地就可以拿到命令派对这个成就 在我们边上呢还有五个人 我们旁听一下 旁听完之后呢 可以拿到一个贴纸啊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带来到上方这个仓鼠球乐园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 看到小弟的右边东方向 笔直往前走 走过右边这个广告牌之后呢 右转大家看到门口是有一个密技瓶的啊 就这个门口 从这边走进来 走到底这边会有一个电视机 我们在这边变身 变完身之后看到我们的右手边 这有个小门 钻进来 钻进这个小门之后呢 还是在我们的右手边 有一个电视机 过来变身 好变完身之后呢 我们看到小地图左寒角 西北方向往前这有五个小人 我们再过来旁听一下 好旁听完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最左边放映区路口这个锚点 朝着小地图下方南方向 这个小门走进来 在我们的左手边 再旁听一下就好了 好这样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成就了 那我们去下题再见 拜拜 好的这一批呢 是证明与反驳这个成就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带来到克劳扣隐私乐园的 隐城大门这个锚点 那到了锚点之后呢 朝着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的话有一个商店 这个沃尔纳的商店 我们和他对话 这边选择 给我评经典苏勒达 要交2000信用点 就可以拿到这一个成就了 好的 如果大家这边第一次对话的时候 没有买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开启这个钟表把戏 把他的情绪呢 调整到镇静 然后呢 我们再和他对话 选择可以聊聊吗 然后为我介绍一下 然后说把又要推销什么 然后再购买 这样子呢 也可以获得 好 那我们继续下一批再见 拜拜 好 这一批呢是以我为名的变奏曲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成就获取需要到达 现实时间第二天才可以 那我们一起打开地图来到克劳克隐私乐园 隐城大门这个门口 朝着小地图转完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前方有个小楼梯 上了小楼梯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侦探 广告牌侦探 我们给他对话 好 再对话 好 对话话之后呢 边上会有三个高亮点 我们依次过来调查一下 好 那这边我们把三个高亮点全部调查完之后呢 再回来和这个侦探对话 好 那这边和侦探对话呢 大家随便选什么选项都可以 好那我们现实时间第一天就到这边 然后等到现实时间第二天就给我们发短信 好那么 以我为名的变奏曲 好那我们这一批到这边 我们继续下一批再见的 拜拜 好那这一批呢 是战争之王这个成就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带来到克劳克隐私乐园 放映区路口这一锚点 朝着小地图上方北方向往前走 在我们的右手边 可以看到这个奥科 刹那跟他对话 好 然后选择施展钟表把戏 用我们之前设下的这个欢心齿轮 对话话之后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右下角 哈努邦派基地这个锚点 然后朝着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往前走 右拐 角落里面调查一下 好 调查完之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黄金的时刻 城闷商街这个锚点 好 往小的对话角 东南方向 我往前走 上楼梯 和上方的这个NPC来对话 好 对话话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 克劳克隐私乐园的放映区路口 朝着小地图上方北方向 我往前走 回来和这个NPC再对话 好 对话话之后呢 我们再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这个 隐城大门 就最右边隐城大门这个锚点 过来和这个NPC再对话 好 那对话话之后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放映区路口这个锚点 朝着小地图右边东方向往前走 好 拿到了这个战争之王的成就 那我们去下集再见 打拜拜 好 接下来这一批呢 是全家福或者乐园打卡 这是一个分支成就啊 这两个里面 大家只能选一次 选一个成就拿 那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克劳克隐私乐园下方 给大家看一下 是在下面啊 下方 哈努帮派基地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朝着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 我们上楼梯 这边呢 有一个拍照板 那我们这边选择调查 那如果说 大家要拿这个全家福的话 我们在邀请的这个人里面啊 都只邀请这个列车组的成员 那如果大家想拿这个乐园打卡的话呢 选一些其他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们这边带大家拿这个全家福 一上来这个 选择这个瓦尔特 好 然后接着邀请 接下来的话 我们列车组的成员 这边就是机子 再邀请 有这个单痕 好 再邀请 还剩一个三月期 好 我们就可以开始拍照了 好 这样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 全家福 这个成就了 需要注意啊 我们这边只能拍一次照片 大家拿了这个全家福之后呢 就拿不到乐园打卡了 或者说 大家拿了这个乐园打卡呢 就再也拿不到这个全家福成就了 这个需要注意也 那我们就去下个比赛见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 拜拜 好